问题是 问题是 师父说 如果一方面还债还过头 会导致轮回债还 请问师父 怎么样做才适可而止 现在是不只照顾孩子家庭 也去工作维持经济 也一直为丈夫孩子念金和小房子 怎样知道自己会不会还过头 什么叫忙过头啊 还过头 当然知道了 还过头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他讨厌了呀 没有还过头之前 你就觉得他再怎么打你啊 骂你啊 你就觉得我应该的 我是不好 我欠他的 等到还过头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骂你一句 你就觉得很讨厌了 就想离开他了 就还过头了 马上要念解决咒了 明白了吗 你原本是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原本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听你讲话像马来西亚 对 我今年才过去阿德莱德 是吧 就上年 你的眼睛是真的近视 还假的近视了 我是尝试 就是看不到近的 就是那种老光眼 怪不得我看你眼睛蛮大的 对对对 放大近了 放大近 对这个是上一年才配到的 他人蛮好的蛮老实的 结婚的是不啦 对 老公老实不啦 还可以 还可以吗 教他念经呀 你管不住他的 只有靠菩萨管他 天天在求菩萨 只能这样啊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算了没办法了 欠他了 欠他很严重 很严重 很严重吧 只能念经啊 怎么办啊 念经啊 天天求关心菩萨 没办法 念到后来 随缘们就好吧 没办法了 有小孩不啦 有 有两个 随缘吧 就算他出去 一会儿 也会回来的 听得懂吗 明白 你放心好了 因为你有孩子嘛 两个 他还是蛮喜欢孩子的 没办法 就不大喜欢你就是了 乖一点呢 有菩萨保佑了 还怕什么啦 感情问题 每个人都会有的 听得懂不啦 好好修心啦 找到佛法 比什么都重要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打网球打过不啦 打出去会打回来不啦 等到人家踢回来的时候 你再踢出去嘛好了 等到人家又把他踢回来的时候 你看他蛮可怜啦 你就把他收回去嘛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想象他几年之后 他来求你的样子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老婆啊 对不起啊 男人都会的 当然师父 师父我想问一下 如果自己念姐姐做 念到自己 不想再 有这种婚姻了 是不是念过头啊 姐姐做 不会 因为我念了很多年了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就是还没还清啊 因为很多的人欠 这个男的 或者这个男的欠这个女的 他不是一年两年 能解决得掉了 念很多年的经 他才能消掉 听得懂吗 要坚持念经 念经念到后来 如果恶缘没了 就是善缘了 如果你看一下 知道他对面那个女的 如果不如你的话 那你就坚持 对不对啊 如果比你好的话 你也得坚持 你只有一个字 只有两个字 坚持 因为坚持才能胜利 因为你除了他 你也不想学佛之后 你也不想再找其他男人了呀 对不对啦 那就坚持一下 能回来吗最好 不能回来吗 就一个人继续坚持 跟师父慈悲开始 彼此的问题温暖的 你看看 男人就是 长得不难看 这老婆 蛮好的 对不对啊 你看看看 不要了 真的 这可惜啊 那么大使 大悲 就能管得了 跟观世音菩萨摩萨 跟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 跟师父 好好修啦 明白师父 有观世音菩萨保佑 怕什么啦 人生就是长来长去的嘛 还完美就算了嘛 对不对啊 对 再说他也不会坏到什么程度啊 只是有点 不喜欢你而已嘛 对不对啊 不喜欢你们 你肯定也有点阴在里边的呀 我一直给他压着 对不起师父 谁叫你是女的啦 你要是压住他 那不变慈禧啦 感恩师父 预祝 明天法会圆满成功 对 预祝明天 摩萨本大法会 一切圆满成功 感恩师父 所以我跟你们说了 人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学佛之后都要想通想明白 没学佛之前 谁都想不通想不明白 你说你们坐在下面 哪个人没有 想不通想不明白的事情了 想通就好了嘛 想通万事皆通 有什么了不起的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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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